大 不要吞啊 吞了就回不去了 不只肥滋滋 其实糖比你想得还可怕 揭开万恶的面纱 糖 上瘾 毒药 当我们吃了糖 大脑会释放开心的物质 所以我们才会想要 一直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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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重复强迫的行为 是大脑的奖励系统 因此有些科学家认为 糖跟毒品一样是会上瘾的 但真的是这样吗 糖跟淀粉一样 都是碳水化合物的一种 是身体能量的来源 当我们吃下糖之后 身体会将糖分解成葡萄糖 提供能量 同时释放胰岛素控制葡萄糖 在血液中的浓度 多出来暂时用不到的葡萄糖 会变脂肪 存起来 就是我的肥肉啦 是的 我们的身体想要糖 但我们没有必要去吃糖 故事要回到公元前六千年 最早的糖是从哪里来的呢 新几内是最早开始种植甘蔗的地方 当地的神话认为这糖是仙丹灵药 不管是头痛肚子痛吃糖就对啦 欧洲由于环境无法种甘蔗 糖被当成奢侈品 是个珍贵的香料 后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开始在美洲种植甘蔗 这一种种出了一段不堪的奴隶史 与胖嘟嘟的现代人 其实我们平常吃的米饭 水果蔬菜里面就有糖 也就是碳水化合物 而现代工业大量添加在饮料或甜点当中的精致糖 是空有热量 没有任何营养价值的毒药 尤其是果糖 因为化学结构不同 进入身体后倾向于留在肝脏 接着转成三酸甘油脂 再合成脂肪存起来 也就是说你每多喝一口饮料 就多一点脂肪哦 摄取过多的精致糖 容易造成三酸甘油脂过高 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代谢症候群 所以吃精致糖会上瘾吗 关于上瘾的定义 至今科学家还没有吵出一个结论 这个单用奖励系统 就把糖和毒品划上等号 太武断了 荒唐 人为了生存 本来就需要吃东西 某种程度上 我们天生就对食物上瘾啊 不过倒是有个判断上瘾的方式 就是你 为了得到这个物质 你会付出多少努力 世界卫生组师强烈建议 摄取精致糖的量 不要超过每天所需热量的10% 最好是5%以下 大约54克的精致糖 而可乐铝罐装 大约就有40克了耶 宝特瓶装的有64克耶 也就是说一瓶可乐就超标了哦 活在21世纪 走进超市里 要避免买到含糖产品 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人类在演化的过程中 学会了喜欢甜味 只是大脑把对糖的能量 和对甜味的反应区块 给分开了 喜欢吃甜食 不是你的错 不过 你只要记得 要健康 少吃糖哦 别喜欢吃糖 干杯 咪 咪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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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